感覺像呢 唐志平出面受訪的時候 講話的邏輯 然後都是蠻有條理的 但是呢 這兩天提到他 當然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為什麼拒絕去認識呢 那大家就問說可以直接驗DNA嗎 不過因為這並不是一個什麼他殺的事件 所以檢方也並沒有辦法去做強制的處理 所以如果他不認 那接下來能夠怎麼做呢 稍後我們就要請教白雲哥 不過大家不知道的是 今天呢 其實是唐志平的生日 那當然就被說是最傷心的生日啦 因為的確媽媽過世了 對她的打擊恐怕是很大的 因為兩個人相依為命 那我們就先來問一下玲玲姐 就是您怎麼看唐志平 她目前的這個狀態呢 她還持續的否定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說 就不要再逼她了啦 是啊 因為我相信今天是唐志平46歲的生日 應該是她46年以來 最難過 最痛苦 最難忘的生日 那其實我們認識唐志平已經很久了 大概早在二十幾 將近三十年前 她其實就已經有憂鬱症 她是一個長期的憂鬱症患者 只是那時候沒有那麼嚴重 怎麼說呢 因為那時候有時候 我們大家會媒體會坐著聯訪 那她也是演員之一 有時候講講她突然就不動了 就突然就也不講話 然後我們問她 恍若未聞 就是病發了嘛 但是因為早期在演藝圈 沒有那麼多藝人有所謂的憂鬱症 也沒有被重視到 所以她憂鬱症就這樣子 可是她後來很顯然這幾年來 因為演藝人員說真的 因為這個可能演藝人員 收入不是那麼樣的固定 所以唐志平要照顧她的母親 然後要負擔自己的這樣子的生活 其實真的非常辛苦 那我們回顧一下 為什麼唐志平的媽媽 假如今天真的就如她所說 不管是真的是媽媽過世還是不是 為什麼唐志平這麼樣的傷心 當然除了她本身的 可能就是憂鬱症患者之外 還有一點就是 唐志平其實基本上 等於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因為唐志平的爸爸 在泰國其實做很多生意做得很好 那當然生意做得好就花心 那唐志平的媽媽 只是她台灣的太太而已 對 她自己有這樣子講過 對 所以從小到 唐志平就跟著媽媽這樣顛沛流離 然後都是到台灣來 那跟爸爸幾乎也斷連了 也沒有從爸爸那邊得到 任何一毛錢的繼承權 那可想而知 唐志平從小跟媽媽相依為命 在她的世界裡面只有媽媽 那讓她你想想看 經過這麼多年時間 那這個工作上面 受到這麼多打擊 然後媽媽突然這樣猝死 讓她沒有辦法承受 因為她是單身嘛 她沒有說有家庭 有老婆小孩 我還可以移情一下 她的世界裡面就是媽媽 當這個世界垮掉以後 她沒有辦法承受 而且有一點就是 她其實這幾年 她是有講說 她可能有一些負債 為什麼 因為演藝收入沒有那麼穩定 沒有那麼多 據說 拍戲有這麼 錢有這麼少嗎 這個 大英哥待會兒給你作證 主播您是這樣 我們待會兒再來聊 對 那當然因為 因為收入不多 所以有時候必須要靠借貸 據說 她那時候在拍一個戲的時候 身上沒有錢 只好跟工作人員借五百塊錢 五百塊錢 一個大明星 要跟工作人員借五百塊 對 然後後來 她最近這次在花蓮拍戲 對 那在花蓮拍戲 她就覺得 老實覺得有一個聲音跟她講說 不要去 不要去 不要就要去花蓮了 然後她說她在車站 那天就借了五百塊之後 就在車站附近遊蕩遊蕩 然後被其他工人看到就說 你怎麼來這邊 你不是要回花蓮嗎 沒有 結果還是工作人員掏錢 買車票讓她回來台北 那回到台北 碰到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唐志平現在心裡 非常非常難受 因為唐志平其實 我們來他是一個很單純 還蠻善良的一個孩子 也很孝順媽媽 所以碰到這樣的事情 他當然一時之間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如果 唐志平真的覺得說 媽媽不可能的話 那要不要把媽媽請出來 跟大家見個面 證明說 你看我媽媽還在 哇 那我們會嚇壞 對 那所以就說這可能是 所以你說是他沒有辦法接受也好 如果真的是他媽媽 就喬到關落雲這個時代 不過就是嚴肅一點看的話 可能就是他現在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們就要問一下邱老師 那麼其實你以這個過去看的個案 這樣子去做研究 那麼他目前的這個狀態 也是大家比較好奇的 是不是因為真的打擊太大了 所以他才會一直出現 否認那個是母親的一個狀態呢 是 雖然生老病死是每個人 都必須經過的階段 但是從來我們的教育體制 沒有教我們怎麼去因應這些事情 所以透過大量的這個心理學的臨床跟研究 其實每個人面對傷痛悲傷會走這五個階段 只是說每個人的速度不一樣 那有些人可能會跳過某些階段 但大致是這五個階段 那唐先生目前就是在第一個階段就否認 處於否認的 他否認的階段 就是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那為什麼他會否認呢 我從很多的新聞看起來 我覺得他跟媽媽應該是就是愛恨角質 相依為命 對 然後就就是很多的生命故事 是是參雜在一起的 所以我以前有很多的個案 他們不願意接受父母 尤其是突然的離世 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都還沒有孝順到你 你怎麼可以走 你怎麼可以連這個機會都不給我 所以他目前是處於這個否認的階段 那在接下來我們可以預測 就是說他應該會走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憤怒 有啊 他在陽台上面 就被說大吼大叫 罵大家 就是宣洩 就說記者亂寫什麼的 是不是開始到這個 憤怒的階段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討價還價 可能就是接下來就是死因罵 那到底是對不對 自然的還是非自然的 他可能就會在這方面會更堅持一點 那在第四個就是他會走入沮喪 那剛才林玲姐講說 他又有憂鬱症的病史 那這可能是最需要人陪伴的時候 就更高風險了 那至於旁邊人該怎麼樣有效的陪伴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對 那最後一個就希望他能夠早一天走到這個 接受的階段 就接受不完美 接受他跟媽媽是有些遺憾 但是他之後可以怎麼做 可以讓媽媽就是引以為榮 可以讓媽媽真的放心 就是離開 讓自己更好 讓自己更好 對 對 對 所以這五個階段呢 也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問一下白雲哥 就是您現在從事殯葬業嘛 對不對 我從事滿久的時間了 對 很長十九年的時間對不對 你看 從你八九歲我就開始從事 對啊 從我小以後 那您有見過就是類似 像唐志平這次這樣子的案子 其實我不是見過 我有聽過的是有長輩不認晚輩的 譬如說這個晚輩他以前是 無惡不赦 作惡多端 就是壞人一個 然後不然就是在外面 後來到最後通知到他家裡面 可能已經在家裡這邊 已經消失好幾年了 家人都已經 就已經跟他斷絕了 當作沒有這個小孩 沒有這個小孩了 長輩不認晚輩 認同 但是沒有聽過說 晚輩不認長輩的 會發生可能就只有我 因為可能到時候我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我沒有留遺產給我兒子 那你現在要跟他好好溝通 就是說爸爸怎樣都是愛你 對 OK啦 其實現在我小朋友也滿懂事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他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很少 對啊 你再怎麼樣 所有人我們一般都講實者為大 又是你的長輩 再怎麼樣你也是OK嗎 一定說沒有錯啦 他就是我的親人 那是OK的 那面對這種就是沒有人願意認領的 這個狀態 那怎麼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由我們的殯葬管理處 他們規定走了 這個我就也不了解 他有程序 他有他的程序 但可能就像剛剛他有提到 就是說他可能就是火化了 火化但是他要先清楚 然後他整個會把資料都 拍照都留下 到時候也許後來有人說 他有什麼特徵或怎麼樣 然後先看照片 然後再來認 那可能他有一個公告 一個時間多久 然後再變成無名師來處理這樣 所以其實最讓人比較心寒的 還是就是比較不關心的家屬們 你會不會覺得 就算是自己的小孩不認 你會不會看了 也覺得有一點心酸 如果真的 比如說那個長輩是我的話 已經去當神仙 那我一定很不開心 對不對 一定很不開心 而且你這個小朋友是你 一點一滴把他拉拔長大 竟然他今天不認 所以我覺得 就像剛才心理醫師講的 可能是他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目前他自己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還有一種可能 我講的比較通俗一點 如果也許說真的是 自己的親人 那你的媽媽 那你真的是 手上也沒有多餘的這一些 這一些錢 然後反正處理後事還是 得需要一點點 白雲哥來嘛 我OK啦 今天白雲哥發話了 真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到時候 你在過一些時候 也許真的是 如此的話 真的是自己的媽媽 那再怎麼講 我也是演藝圈的 演藝圈的大哥 算是同事 那沒有關係 我來處理 我來幫你處理 太感人了 今天那個白雲哥 節目上發話說願意幫忙 對啦 對啦 難免都有不方便的時候 對啦 但是的確這次講到 這個唐志平的案子 讓大家是蠻驚訝的 是因為覺得說 不曉得原來他 其實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